牛奶奶自制榴莲牛奶的骨质疏松症患者 坐着催腿粗师傅的车 到遇见了 谁呀 遇见了 主要是有点忘词了 不好意思啊 然后我再想一想 广西壮族自制区爱吃红鲤鱼与绿鲤鱼与驴的出租车司机 拉着苗族土家族自制州爱吃牛奶奶自制榴莲牛奶的骨质疏松症患者 壮到了别着喇叭的哑巴的塔妈 一起去学校看红凤凰画在粉红墙上 并跟他们一起读了八百标兵奔北坡 中间好像隔了一段叫 隔了一段什么 不好意思我忘记了 好了今天呢 时间也到了 我也该下播说拜拜了 哈喽地田呢 地田你来晚了 我们 我就要走了 然后 没有关注我的可以关注一下 以后呢 嗯 我在直播的时候你就可以看见我了 就可以直接来听了 对吧 然后 嗯 关注我的朋友 就下次我可能还是在这个时间或者是晚一点就是六七点七八点八九点 嗯一般情况下都是在这个时间我会来直播 然后看想听我直播的话可以上来看一眼看看我有没有在直播 有的话你们就可以进来听了 好了现在呢我也要下播了 因为我还没有吃晚饭呢 我要去吃饭了 你们没吃饭的也可以去吃饭了 拜拜了 朋友们 拜拜下播了 好说嘛 我要关直播间了 拜拜 角色是林布宜是吗 然后赵露丝演的叫程少商 真好 真好 大家休息的时候放假的时候可以看看剧 嗯 是我的 我看到了那个他们的剧照你们要看吗 哎 说起来长歌行里面无垒也有眼 你们也可以去看长歌行 嗯 我是先看的那个动漫 嗯不对 我是先看他的漫画的 然后再看后来那个漫画就是没有跟完的时候 作者和他们的公司好像直接有一些问题 就没有出完 对 女主是迪丽热巴演的 然后后来我就看到那个电视剧出了 我就很好奇就去看了 嗯后面 嗯那个有一些角色是新家的 比如说那个赵露丝的那个公主的那个角色 她是新家的 嗯 嗯我想想就后面那个剧情其实也改了挺多的 就动漫那个漫画里面 她是没有 还 哎 结局了吗 结局出了吗 我有点忘了 但是电视剧她是早就已经 那个出结局了 电视剧是 我看一下 那这么一说她们好像也已经合作 至少合作两回了 长歌情 看一下 哎呀呀 对去年 2021年 去年结束的 赵露丝和杨阳吗 不是 不是杨阳 就是长歌情的话是 吴磊和迪丽热巴 我们今天就是在 竟然在聊 没有想到我们竟然聊到了剧 你们看他们的 要不要看他的剧照 我觉得还挺帅的 是的是的没有错 就是长歌行李 小说的那个女主 她真的特别小 就是她 她那个 这个故事发展了好久之后 她才来那个 就是女生的那个事情 你看这是他们的那个剧照 然后这个是就是她演那个小公主嘛 当时我特别喜欢他们两个 对 然后我推荐这个剧的一个理由就是 他们虽然说有一些情节改编了我不是很喜欢啊 但是呢他们的那个造型啊什么的就是很多地方还是挺还原那个那个漫画的就是特别美特别好看 我觉得还我觉得还是蛮好的至少我在我在那个里面看到赵路斯跟我在其他的剧里看那个赵路斯我都我感觉完全不一样就是那个剧真的是剧本还算比较好的 所以大家可以去看看我在我的地方有算命吗在我的地方有算命的人是吗算命应该也是有的 但是我我我就是从来不会去做这个事情对 看一下这边 看电影常看 因为我觉得在电影里面它是一个非常好的 你们有听到雷声吗 在电影里面就是如果有一个算命的人 他通常是 推进情节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 就是比如说 这个英雄他年轻的时候可能比较落魄啊然后这个时候碰到了一个算命先生 说他将来以后会有非常了不起的成就 那 之后对吧这个他可能就记着这件事情然后从此他的命运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就是算命先生他 就是在电影里面出现他一般不会是主角 他不会是主要的那个角色 他就是算是一个配角 所以说这个就是 他是为这个 故事服务的就没有他 然后就这个故事可能往下就比较难推进 确实就是 就有的时候我觉得这个也挺正常的就是大家看一个电影 一个电视剧就是其他国家拍的 你看到里面一个特别好玩的东西 你肯定也会好奇说 那个地方那个国家是不是真的有这个东西 但是就是从电影 电视剧就是从那些导演的角度来讲 他们肯定是希望就是 这个剧有一些比较 有意思的地方有意思的点 那 嗯 这个东西往往在生活当中可能不是那么的常见 对吧 但是他一定是来自生活就一定是生活当中有 但只是说 现在肯定不多了 就是 至少年轻人是不太相信这个东西 都是基本上都是 老一辈的人 比如说我 我妈 他倒不是看那个算命的 就是他会 他会 就是每天会念经 然后经常会去庙里面 上香 之类的 甚至帮我 甚至帮我入了教 我 但是我到现在都不知道那是什么 反正就是 他在用他的方式来关心我吧 我的唇膏在哪里 有人聚首了 一位来自巴西的朋友 你好 哈喽 你好 你叫 你叫 G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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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erna 中文可能是 Chiowa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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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Chiowana 你好呀 你好 好 你在 现在我在迪拜 你在迪拜 啊 怪不得 那一个是下午 我是巴西人 嗯嗯 你是巴西人 你在迪拜工作吗 是的我在迪拜工作 但是现在我在学中文 嗯 差不多六个月 嗯 哇 因为我要去中国 但是现在 外国人不能去 外国人去不了 我觉得不能去 行吗 啊哈 我也觉得不太行 但是你可以先学中文 耶我要学很好以后我可以去 对当当你可以来的时候 你的中文应该就说得很好了 我觉得你现在说的挺好的 六个月 六个月不是很久 所以六个月 还可以 耶 你学过其他的外语吗 耶 I can speak five languages 我会说 我这么说 五种语言 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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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在巴西我们说 葡萄牙语 我也会 西方牙语 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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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你学了其他的语言 然后你可以把你学习语言的经验 放在中文上 可以呀 因为我也很喜欢 我也不喜欢 这很多语言 语言 你也 bike 所以 there 训细 Music 查语言 语言 语言 在中国,大部分的人,有一部分人,他们会说英语,所以如果你会英语,当你来中国的时候也会对你有帮助,因为如果你不知道的时候,你也可以用英语问,但是最好你把你的中文学好。 不,真的不行,但是以前我知道不行,因为有时候我听不懂,所以因为现在我有时间,所以我要听你们中国人说话,所以我可以,你知道我要明白很多,但是我的工作,我的以前的工作在地板,就是我和中国人, 一起工作,那里没有人会英语,他们都不会英语,所以那时候我一个女孩,她是粉丽,我也是粉丽,那里,她是,我粉丽,葡萄牙医和西班牙医的英语,那里我有一个女孩,她会中国人,那时候我不会说话, 所以,那里没有人,没有一个中国人会英语,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呢,在中国你们会不会英语吗? 大部分的人,比如说像我们这一代的人,我们从小学的时候开始学英文,所以有些人他可能说的不好,但是他能听懂一点。 好的,这里,他们都,中国人我认识的,他们都不会,他们都不会,我不知道,所以现在我在学,我要去中国,所以, 你在哪里,中国,你的家在中国是哪里?我在杭州,杭州,你知道杭州吗? 我怎么说,我听,我听过,我听过,你听过这个地方,杭州离上海很近。 is it the north or the south? is it the south east? is it the south east? 哇,很好。 好,是的。 it depends on which city you are, so if you are, if you go to the south east of China, maybe most of the people, most of the young people, they can speak English. 哇。 Alpha音乐。 是的,那是好,真的,因为我认识了很多中国人,真的很多, 他们真的不知道一个人,我不能找到一个人, 但是实际上,实际上,在我的国家, 但是,当然,肯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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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你是怎么学中文的呢? 我有一个老师,我们做食品电话。 嗯,OK,你们上线上课,对吗? 耶,这么说,online class. 线上课,线上课,do you need pinyin? 嗯哼。 线上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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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老师吗? 嗯,对。 嗯,那你网课,对对对,网课也可以。 网课,偶尔线上课。 网。 网,网 means internet. 网,网络,网络不好,网, yeah, yeah. 因为我知道那时候他们,哦,我们的网络不好,老婆,网络不好,过来,过来。 所以网,网,网络。 网络,网络,网络,是的。 我们两个的网络现在很好。 对,10, yes, you can say that, online course,你可以说网课。 网课。 所以网课。 嗯,上网课。 上网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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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所以你和,你,你,你在,呃,你和一个中文老师上网课。 yes. 你跟他学习中文。 是的,但是我的,我的老师不是中国人,但是巴西人。 但是,现在我要中国人老师,no,他很好,因为我会,我已经会说话,但是我觉得如果是中国人更好,但是在迪拜,这么说,I couldn't find. 我在迪拜找不到中文老师,是吗? 是的,是的。 or it's not easy to find one. 找不到, yeah,找不到。 找不到。 找不到, or you can say it's not easy to find,不容易找到。 嗯,不容易,so it's not easy,不容易。 所以,在巴西我有一个朋友,他说了,哦,我知道一个老师,我也在学中国人,所以他给了我他的号码。 所以他很好,我会明白很多,现在我用这个APP,所以我和中国人可以聊天。 嗯,所以我。 嗯,你用这个软件,用这个APP多久了? 哦,不是很久。 不是很久。 我觉得一个周。 一周是吗? 一周。 一周。 嗯,一周,或者是一个星期。 哦,if I use 周,I don't need to use the classificator? Yes. 所以如果我要说一个星期,一个星期可以,如果我要说周,不需要个。 是的。 对的。 好的。 一周。 嗯,一周。 对,一周。 一周。 哇哦,那你感觉怎么样? 很好,因为这里我可以,我和中国人可以聊天,所以很好,我可以学很多。 嗯。 因为如果你在,你知道如果你有中国人,native speakers, 你可以学得很好,你学得很快。 对,你可以学得很快,而且你的听力会提高得很快。 Yeah. 对。 Yeah,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 OK。 呃,一个星期,所以你很幸运,就是。 什么意思? 幸运,lucky。 哦,为什么? 因为在以前没有直播的功能。 所以在以前没有直播的功能。 我认为中国人,我认为是从明月。 对。 对。 哦,很好,因为直播你和中国人,很多人,很多国家可以一起说话,一起学。 所以非常好。 是的,我邀请了另外一个人,因为他也举手了,我们可以一起说,好吗? Hello,你好。 Hello,老师你好。 Hello,老师你好。 你好,你叫瑞融,对吗? 你好。 对对,我叫瑞融。 我来自印度。 印度,你是印度人,在迪拜有很多印度人。 对对对。 那瑞融,你现在在印度吗?还是在迪拜? 在哪里? 我觉得它台读。 现在我在印度,不在迪拜。 是。 对对。 Gyo,你的叫什么? Gyo,可以呀!Gyo吧! 你住在哪里?你从哪里的? 我住哪里。 你住在哪里? 我在迪拜 我在迪拜 我去巴西人 但是现在我在迪拜 你是迪拜的人? 他是巴西人 巴西人? 他现在在迪拜 巴西人 巴西人 在工作吗? 是的,我在工作 你在工作 你没有认真在工作 因为你在聊天 哦 整体我在聊天 但是我在迪拜工作 啊,好, I see 如果我说这样不对 我这么说 哪一句话 哦 你的工作是什么? 现在我的工作是迪拜 因为我会说 无中英 哦 哦 你是巴西人 巴西人 巴西人 哦,巴西人 对,对,巴西人 哦,挺好的 我是什么? 你的工作是什么,瑞柔? 我也是,我也是巴西人 我也是巴西人 我不是,我不是巴西人 巴西人 还叫导游 哦,导游 导游 导游 我不知道导游是什么 导游,那瑞柔你告诉他吧 导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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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我懂了 我知道了 嗯 这个怎么说? 懂 导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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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 老师 你在哪个城市 你住在哪一个城市? 我现在在杭州 杭州 嗯 杭州 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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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近的上海吗? 上海 杭州 有多远的? 一个小时 一个小时 坐公共汽车 还是 高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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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好了 你去过印度吗? 啊 你问我去过印度是吗? 去过了吗? 还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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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 没有 我要去哪里 没有 上班 不能去 我不能去 现在不方便 不方便 不方便 最近不方便 对 对 老师 你们在哪边有这个疫情怎么样? 嗯 没有什么 我现在感觉没有什么疫情 就是 你如果要出门 没有太多的限制 对 没有太大 我感觉没什么 不要 不要 不要到火销吗? 嗯 嗯 如果你坐地铁要 但是如果你在外面不用 没有 不要 哦 如果在公司的飞行 那你必须 再度吧 嗯 嗯 我们在这里不戴口罩 这里也没有问题 那个情况 又控制了 嗯 嗯 是的 我们这里其实没有 说实话没有多少人 因为我一直在家里工作 当我出门的时候 我没有感觉到 就是有很多人戴口罩 其实很多人也不戴 因为现在没有什么关系 但如果你坐火车 或者坐飞机 你是需要的 嗯 坐飞机 还是坐 啊 这个 坐车 坐火车 嗯 第一天呢 就是有其他人在的时候 你需要戴 对 嗯 我觉得应该现在大部分都是这样 就是如果你只是出去逛街 那个好像没有关系 嗯 你们现在在做什么 在做什么 在做什么 成在 成在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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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然有回应 就是 在进这个直播之前 你们在做什么 在进这个直播之前 你们在做什么 对 对 那个 瑞蓉呢 我 就是他的 noise 怎么说 noise 噪音 什么什么 我不清楚 嗯 现在没事 嗯 你说在一边 现在没事了 没事了 哦 哎 喂 那个 Gio去哪里了 乔安娜去哪里了 他 他掉线了吗 他好像出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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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点点卡 嗯 你学中文多久了 瑞蓉 你学中文多久了 你学中文多久了 老师 我学了两年中文 两年了 两年了 两年 对 反上好 但是 什么 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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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啊 但是 我的中文 还 还不好 还 还不好 嗯 我觉得 太难 太难了 这个 啊 你是 因为你想当导游 然后才开始学中文的吗 yes 你以前也是个导游吗 啊 我以前 嗯 可是你以前是导游是吗 啊 以前我我我没做导游的工作 但是 现在我已经做了啊 做了啊 就是口译是吗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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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你这个公司 嗯 知道了 嗯 那 嗯 我忘记我刚才想问什么 那你 嗯 嗯 我 我刚才想问什么 我突然想不起来了 我刚才想到一个问题啊 我刚才想到一个问题要问